12月港福二档会员游戏 今天入库了 需要同学可以下载了 这次入库的一共20款游戏 第二个聚机大乱斗 第三言语献祭 摩托GP23 最终幻想起源天堂的陌生人 这是去年三月份的游戏 也算是个新游戏 有PS500 第一个图标是中韩文版 它下面还有一个 这是日英文版 这是洛克人 也是老游戏了 卡不空的 画面是这样的 还有两个是需要三档会员的 一个是这个 2015年的 这是2017年的 这叫月痕 这叫Perduse 这是暗影狂奔三部曲 是这样的游戏 这是第二部 这是第三部 这我认识 香港 不过这三部曲都是英文版 不过这三部曲都是英文版 这叫Tiniki 不知道什么 反正都是4399 这是Grim 像恐怖游戏 是这样的 这是三档会员的 迪士尼皮克斯的 Buds 这不是巴斯光年吗 三档会员的经典老游戏 这也是三档会员的 还有铁拳6 铁拳6是这个月的吗 也是三档会员的 不过看画面 马赛克有点严重 应该是PSP版的 最后一个是刀魂 是不是也是PSP版的 都是三档会员 哇 这个马赛克 一共就是这20款游戏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最近索尼这几个月送的游戏都比较拉胯 很多同学都不买会员 这不来个大的 其实这次我感觉也就是第一款游戏 还是比较给力的 这款游戏它的PS5版是去年新发布的 只是针对PS5做了很多优化 当时初类的时候只卖80港币 卖了三个月 可惜那时候我不知道脑子搭错了哪根钱 没舍得买 可能是我那时候已经买过它的PC版 而且还领过一个PC版都没有通关 我想PS5版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进 但是后来一直是挺贵的 就算打折也是160港币 我也一直想入 没想到等来等去它送了 为什么想入呢 因为它的画面是R星针对PS5做过特别优化 效果非常好 而且有4K60帧 虽然我的PC配置也不错 12700加4080的显卡 但是它的PC版并没有进行过优化 如果想优化还得打帽子打各种补丁 但是我不愿意折腾这些东西 如果只玩默认值 在PC里面把配置拉高 把特效拉高 也没有PS5版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从效果上还是挺值得 它的第6代得到后年开出 不管是25年的年初还是年末 至少也得等一年至少12个月 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玩家还没有买5 它之前在PC上 Epic上已经送过了 几乎所有的玩家应该想玩的都买了吧 或者都领了吧 现在PS5版这么好的版本 它也送了 二档会员送的 我觉得挺有诚意 没玩的可以玩一下 但是不要在客厅玩 不要在大厅广众下玩 因为有一些确实是自个知道 自个玩就行了 自己欣赏就行了 另外R星的东西各位要注意 它会出户 就像刚开始二档会员库 有一个荒野大标课 好像不到三个月就出户了吧 估计这个能顶到三个月吗 希望能顶三个月 没玩的尽快玩吧 同时这也是作为二档会员库的一个价值所在 我感觉或者我希望 它在圣诞促销 针对PS会员的老玩家 可以再来一波游会 哪怕是八折呢 对吧 是个意思 也没几天了 这两天应该会有圣诞促销的内容 会公布出来 给我们团阅促销的外面 感谢观看